阅读、写作 朱奖老师、中山女高、黄岐老师 嗨,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高中古文线上教学影片的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阅读、写作 在这支影片当中 我们要为各位介绍101课纲 学测与指考非选择题型的阅读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文大考的题型与配分状况 非选择题,也就是写作题 在学测有三题,指考有两题 占分最高的是引导写作 也就是同学们熟悉的作文 这个部分,我们另外规划了写作技巧系列说明 会指导同学们如何从审题、篇章布局等开始写作 那今天这支影片要为各位说明的是比较难掌握的图文解读跟文章分析 这两大题在历届学测当中都是得分偏低的大题 那么到底该如何准备、如何应答呢?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测验的目标 非选择的语文能力到底在考些什么? 简单的说就是要测验同学们是否具备进入大学就读的语文表达能力 上大学的人并非每个人都念中文系啊 所以语文表达、文章解读并不等同于创作 这是同学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概念 那进入大学应该在语文方面具备相当的表达能力 包含了听、说、读、写 阅读的能力已经透过测验题在检测了 所以非选择题的设计就在于是否同学能够阅读题目 并且针对问题 以文字来表达个人的理解或者是想法 因此这样子的测验题型相当的多元 以前曾经出过改错、翻译、看图写作 图表叛图、文章解读、文章分析 或者是评论、鉴赏等等 这些题型无非是要测出同学们是否具备 图文、图表以及文章的解读、诠释 或是分析说明能力 甚至能不能更进一步的提出个人见解跟看法 我们先来看看大考中心提出的三个命题原则 第一个是要注重自然与人文 理性与感性、学历与实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其次要贴近生活的经验、切合社会的脉动 第三点则是要强化分析理解、促进多元思考 从上面三点来看 也就是说命题的范围并不限于文学性 而是注重现实生活的结合或者是个人经验的反思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测验的目标 也就是需要各位同学展示出什么样的能力呢 我们看到了四项重要的能力 第一个是浅词造句、篇章组织、还有选用素材 以及是不是能够针对场合提出适当的应对状况 在这四项能力当中 在大好中心都有详细的说明 大家可以参阅一下 综合以上的条件 就是同学们必须清楚有条理的选择恰当的题材 运用优美的文字 可以因应场合或是需求来做最适切的文字表达 在大好中心公布的101课纲参考试卷的题型 主要有这些 第一个是图文理解 也就是同学们是否具备辨识图文的意义 清楚描述或说明内容、象征意义或个人看法 其次是文章分析 这个题型主要是看同学是否具备文章理解与分析阐述的能力 这个题型近年来都是以A级选文为题材 所以是要测验同学是否能够理解重要古文的含义 并且加以分析说明 第三个就是大家熟悉的引导作文 主要是看同学们能否表达个人的情感与思想 这个的得分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精确的审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评分的标准 目前还是三等九分制 如果同学们想要达到A级 包含A-或A、A加 那你必须要紧扣题纸 内容充实 情感方面必须真挚深刻 论述周延 当然如果能够富有创意 这样子的话难度是非常高的 因此大部分的同学都会落在B等级 这个部分会因为个人的写作重点掌握 文字运用 题材是否多元等因素 大家的分数会有一点高下的分别 如果呢你审错了提议 或是没有针对题目的要求作答 那么很遗憾你只能落在C级分了 三种题型的首要评分标准 大家注意到了吗 都是要掌握题干的要求 紧扣题纸发挥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看清楚 题目究竟问了什么 以上了解了测验的目标 题型跟评分标准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范例试题 现在我们先以101课纲参考试卷为例 我们刚刚说了 第一题是看图写作 这个图形非常的简单 要请同学根据这个你所看到的图形 想想看你应该如何作答 文章的题目引导说 简单的图画里蕴藏着意想不到的丰富意涵 香港的作家西西曾经借着这幅图 来抒发个人的怀抱 那现在请你也根据这张图发挥想象力 融入个人的生命情境写一段短文 他并且规定了文长大概是100到150字 大概是7到5行 那么在这一题的引导文字中 同学看到了答题的关键了吗 对了 首先要发挥想象力 融入个人的生命情境 如果只有说明这是一颗即将孵化的蛋 纯议论或是纯叙述都是无法得到高分的 你必须想象这幅图画可能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 跟自己的经验或遭遇是否有相似之处 必须要融入你个人的生命情境 才算是符合题目的要求 同学们若想进一步了解这类题型如何写作 可以参看本系列的阅读理解影片 我们将会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参考试卷的第二题是文章分析 这个题型跟过去几年都是类似的 今年的这一篇参考试题 是以归有光的象己圈制为命题的材料 它是要测验同学是否能够从引文中 判断大母三次说话的内容 分别表达出什么样的心情 老师提醒一下大家 大母是谁呢 大母是祖母 千万不要再收拾其他人了 这边的文章中 哪一些是作者认为值得开心的内容呢 这一题你要注意题目的要求 必须分点要标明一二来书写 格式上不能有错 文长也必须要符合题目的规范 那这一篇文章它的引述文字是这样的 像这样子的题型该如何作答才能够得到高分呢 这一类的题型文章分析部分 请同学参看另外一支影片分析评论 我们将会介绍这一类题型的答题要诀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支影片的重点 根据参考试卷 我们104到106年的学测题型 主要有第一九分题型是图文解读 那么在指考就没有九分题了 主要是测验同学对于图形或是文字的阅读能力 第二点 学测与指考的18分题型通常都是文章分析或是评论 这个部分会以30篇古文会A级选文为素材 第三点 语文表达能力跟创作是不一样的 题型非常的多元 题材广泛 必须切合题目的要求以简洁有条理的文字作答 第四 各位同学必须具备浅词造句 篇章组织 构思选材 场合应对等能力 希望同学可以透过今天的介绍 对图文解读与文章分析提醒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我们会继续介绍这两年的提醒与解题方向 以及未来107年新式国文写作能力的提醒 各位同学记得要点下一集哦 再见 等会订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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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